欢迎回来台式五间新闻 固定义的飞机必须要有长度足够的跑道才能完成起降 航空母舰上的跑道很短 不过长度也有250公尺 一名特机飞行员前两天尝试在杜拜帆船酒店的楼顶 将自己驾驶的定义飞机降落在长度只有27公尺的直升机停机坪 结果一举成功 缔造飞行史上另向创举 一架红牛特技飞行表演专用飞机 降落在直升机的停机坪上 稍微没控制好 飞机就可能冲出停机坪 摔到200多公尺下方的海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 飞机前轮触地后 倒停止滑行 间距不到20公尺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众人开心和特技飞行员拥抱 庆祝缔造飞行史上的创举 杜拜帆船酒店顶楼的直升机专用停机坪 离地212公尺 跑道长度只有20.76公尺 一般定义飞机 起降的标准跑道长2500公尺 航空母舰上的跑道也有250公尺 但特技飞行员尝试的距离 连航空母舰跑道长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除了惊险着陆 特技飞行员还操控飞机原地转圈圈 来个极限飘移秀 至于如何离场 也是高难度的考验 在帆船酒店外画出完美曲线 用生命挑战极限 处处惊艳 精彩无限 刘永伟编译 只要看下来 们下期 洋人 毕业